我就是蔡兜,蔡兜就是我 那跟你讲,在晴天毕丽一天里 那蔡兜就喜欢挑战丑皮大作战的吧 喂 去上课啊,对不对的哦,穿到这样啊 去上课 怎么不可以,可以的吗 去上课真的哦 去上课吧 又做梦 可以的 那,潮派也是有他的秘诀的吧 人要够闲事,装币要厌室 看似很假意,我就是爱装币 啦,要拍丑皮大作战呢 就是要去那种荒野经地的咯 所以我们就驾了两个小时的车程去马六甲拍那个地方咯 真的是很累的咯,你不相信啊 你要看咯 你看,是不是很美的啊 你看你在这边嘴边咯 哪一个角度咯 在那边跟他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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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,那个照片出来吓死人的咯 不是骗你的咯 然后一找一个很丑很丑的树 然后咯,就站在他的下面咯 再顺便跟他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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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张咯 那照片也出来,就摔到半死的咯 那,总之咯,人丑叻就不要再拍丑皮大作战了咯 因为那背景已经够丑了 再加上你的丑,那个画面肯定承担不了那个画面咯 真的是很丑的咯,相信我咯 不要,hashtag,我要见Fashion Boy 然后不要,hashtag,我是小飞仙 是不是 所以咯,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咯 记得分享,是看个八字 看那也爱上我为止咯 也记得like我的page,follow我的insta 然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 咯,你们又没有走我 节目完了咯 啊,如果你们知道我模仿谁的话咯 记得在留言告诉我咯 然后,记得帮我tag他出来 看我有没有机会跟他合作 然后,有那个subscribe button咯 帮我按下去咯 这个几个月,我吃粥也吃饭 就看你们了咯,真的咯 好啦,我们下个影片见咯